北京时间3月4日,赛水世界杯和科利亚战过场 我天,不可思念 完美收官 这次跳水世界杯也是巴黎奥运会前的小考 本届赛事中国跳水队再次展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面对困难,展现了球员们的强大调整能力 这其中,全红蝉和陈玉希在十米台的对决也引人注目 在今天早些时候,全红蝉和陈玉希结束十米台的争夺 最终,全红蝉以3.9分为一式 无缘冠军引起粉丝关注 可以说,在预赛中,全红蝉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尤其是面对难度系数比较高的动作都没有出现失误 特别是在5253B上发挥相当完美,拿到预赛第一的成绩 在决赛当中,选手通常会选择一些比较低的动作 作为前两跳为自己热身,高难度的动作都放在后边提高分数 在决赛当中,全红蝉前两跳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 而陈玉希发挥的较为稳定,把分差拉开到9分 就是这9分成为两个人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终,全红蝉和陈玉希在后面三跳中发挥都非常出色 全红蝉也没有将9分的劣势逆转回来 遗憾地收获亚军,而陈玉希拿到了冠军 这也是世界杯改制以来,陈玉希第一次拿到蒙克利尔战世界十米台的冠军 对全红蝉来说,本次输掉比赛也不是没有收获 前两战被对手拉开9分的分差情况下,依然能够发挥稳定 最后一跳5253B拿到了83分的高分 全红蝉输掉比赛的原因,此前周济鸿点评过 全红蝉整体状态不太稳定 而陈玉希在心态和技术上也是发挥得更加稳定 这才是两个人最大的区别 周济鸿认为,全红蝉和陈玉希都有很高的竞技能力 但陈玉希通过这两年的成长,在国际大赛上表现得更加稳定 而全红蝉的天赋更高,未来有更大的机会去打破自己的记录 这场比赛即使输了,对于全红蝉来说也有非常值得总结的地方 连续出现失误,开局慢热状态不稳 这都是需要自己解决的 如何去把握开局,克服自己的心理压力 控制好动作非常重要 对于全红蝉和陈玉希来说都是一次成长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